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非常荣幸参加Apache Asia的分享 我是来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 我叫汪磊 来自网易云音乐数据平台部门 目前主要负责云音乐数据加AI一体化开发平台的建设工作 然后我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云音乐在批流一体工作上的实践和规划吧 我今天的内容主要分四个部分吧 第一个部分我会介绍一下云音乐时据平台的发展和现状 第二个部分呢我会讲一下要实现批流一体的一个目标 以及我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第三个部分我会介绍一下云音乐在批流一体这个上面的一些工作和实践 最后我会大概讲一下我们未来的一些方向和规划 第一个就是说 营音乐时据设计算平台的发展和现状吧 我们营音乐目前除了主业务以外 还有像直播呀 心域呀 K歌啊 特别的像直播这种业务对时据设计算平台的依赖性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我们目前的发展还是比较快吧 我们整体的卡夫卡的风质流量有20Gbps 然后铺口的风质流量有20Gbps 然后运行的任务数有有1000加的运行任务数 然后说实际数仓表有300加 然后说开发者用户有200加 然后我们在19年对我们的实际数仓做过一次比较大的重购吧 我们以前都是那种点撞的开发方式 就是每个人维护自己的一个单独的任务就可以了 但是这种方式就比利于以后我们数据平台的一个构建 所以说我们后来改造成了一个实际数仓的为基础的一个实现方案 从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吧 我们利用Flink1.9以后开始有的开了个API 对接到我们的原数据中心 首先要讲一下原数据中心 原数据中心是我们在这个实际数仓建设以前 就已经有的一个组件吧 就是说我们的原数据中心是用来管理我们数据 就是数据仓库所有的异购数据员的原数据的 就是说它提供了一套统一的 统一的API和数据类型吧 它除了可以管理说像Hive啊 Gudo啊这种已经有原数据模块的存储以外 还可以进行原数据登记的操作来管理说 这个原数据登记呢 就我们有个模块叫Nest 这个Nest的模块呢 就类似于Hive的MetaStore 它可以用来做原数据登记工作 目前我们所有的实时数仓的表 都是登记在这个Nest的模块当中 然后同时它还具备数据血缘的管理能力 它也可以接受任务发送过来的数据血缘的消息数据 然后构建出一个数据之中的完整的一个链路图 在因为它有着统一的API数据的管理API和数据类型 所以我们很很很很快的就和我们Flink的Catalog 做达成了一个对接吧 然后很快的就上线了这个实数仓的方案 整体上我们就可以通过Catalog 加订阅加推波的方式来访问所有登记在原型中心的数据源 然后说在上层业务上我们提供了就一个是Lotabook的开发方式 还有一个SDK的开发方式 Lotabook的方式就是搜扣加组件 等一下下面我会再去做一些详细的介绍 SDK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任务搜后没办法全部完成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SDK的方式去访问实际数据来做 然后后面去用户一些自定义的逻辑来达到一个目的吧 同时我们还具备完善的实际数据的管理的模块 来做一些表的建设啊管理啊血缘的管理啊这些 嗯然后说在性能上我们也做了一些优化吧 就典型的一个优化就是说我们在流表读取上做了一些优化吧 就是说可以看到这么一个例子吧 这个例子就是说我读了一张流表 然后再跟一张围表做关联 然后再做了一个全聚合的一个操作吧 整体上来讲的话这个case 在flink原生的这个环境当中呢 他就会把像数据读取啊上反序略化啊 维表就一样以及mini batch的这些操作 全部放在一个作业链当中 然后再做做一次哈希进行聚合计算 这种做的一个呃有一点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一块的处理的能力 都受卡夫卡分区的一个限制这样 特别是像维表就有一种 依赖比较强的操作啊就是说整个来讲的话 就性能的扩展性就非常的有限 就是我们必须需要去扩展卡夫卡的分区数量 才能扩展整个性能的整个程序的处理性能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所以说我们就改造了一下卡夫卡的tablesauce 我们就是通过配置 节奥读取和反序率化这一块的操作 从在中间加了一个kby的操作 我们可以自定义kby的逻辑来优化说想维表 join的缓存的命中率啊 然后说本地聚合的一个性能啊 因为你可以把比如说刚才说我们啊 userid加os做聚合 我们可以中国userid加os来做kby 这样的话我们做本地聚合的这个效率会更好 然后说那个 那个到下游的数量也会变得更少 然后说整体上因为我在这里做了kby 所以说我整个后侧的这个 这个并发的这个处理能力啊 就不受这个读取这一块这个并发数的一个影响 那达到一个性能的扩展 这样就大大的增加了整个整个 整个这个程序的一个扩展性 那个性能的扩展 然后在用文上我们也对指标做了一些完善吧 就是soco本身上是非常一个非常好的开发方式吧 但是说它本身的约束也是比较大的 就是我们有些很多复杂的业务是没有办法通过 或者很难通过soco来来完成吧 所以说 然后就是说soco本身我没办法像我们没有办法像那个 像那个代码一样去加一些日志去去定位问题 就是说就是在平时运维当中就很难去快速的找到这个程序变慢 或者变有问题的一个原因嘛 所以说我们在在外部数据园上 发了很多指标以去以能够方便我们快速的定位 到底是flink本身的问题 还是说是说外部外部的存储或者环境带来的问题 所以说在数据在数据读取部分呢 我们添加了比如说读取性能的指标 然后说反序列化性能的指标 然后反序列化的错误的比例 然后在围表转一部分呢我们我们增加了 增加了像那个外部数据园的查询的响应的时间 缓存的命中率 然后还有说我发生从事去查询的这个比例 然后说转成功的比例 如果我用left转和red转的话 他转的成功比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最后在写入的写入过程当中呢我们还参加了一个写入时间的写入的响应时间的一个指标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就可以很快的评估出比如说是读取的这个性能行不行 然后说围表这个数据员的能力行不行 然后说写入这个数据员能力行不行 同时还能够根据这些序列化的这些错误比例 发生从事的比例 缓存命中率缓存命中率的比例 来评估说我们程序的好坏 以及指标这个数据的本身内容的一个监控吧 然后在开发方式上我们也做了一些优化吧 就刚才也讲 刚才在上一个页面上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说色扣本身很方便 但是它的能力还是 有限很难cover住我们百分之百的业务 所以说我们提供了一个组件化的方式吧 这组件化的方式主要有两个目的吧 第一个目的是说能够完善搜购本身能力的不足 第二个就是说能够模块化一些业务逻辑 第三个反正还一个附带的好处是说 用户如果都用这种模块化的方式的话 我们运维来讲的话 能够更好的了解用户的业务逻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例子吧 这是一个索引任务的例子吧 就是我们读取了NDC的数据 读取了NDC的数据 然后说通过一些搜口做一些一个数据的处理 然后写入到索引引擎当中 像NDC这一块就是说 是我们网易的一个组件吧 它就是说是订阅binlog的一个组件 就是读取binlog的变更数据 然后通过一些处理写入到索引擎里面 如果我们自己去解析这个binlog呢 或者直接读取这个NDC的日志呢 就非常的复杂 用搜口写起来 所以说我们做了一个定制化的组件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 直接选择数据源和表 然后选择我想要订阅的哪些数据操作类型 然后直接解析成像类似于一张有表的一个结构 所以我可以看到有比如说现有的字端呀 还有以前的字端呀 还有那个这个日志的一个时间戳啊 然后直接读取就开发起来就非常的方便 这样的话就是说 用户来说就大大提高它的开发效率 然后同时我们这些组件呢 都是可以自定义扩展的 我们的还自定义我们的接口 主要对仅程的这个每一个组件 都是有一个transform接口来提供的 在紧急的一个复类吧 然后说我们下面有扩展量的 比如sauce的接口啊sync的接口啊 然后我们还可以sauco我们开发了sauco的一个实现啊 我们后面还会做比如说python的实现啊 scala的实现啊 来混合多语言来完成一个实施任务吧 刚才那个任务就是一个ndc的组件 然后通过table传递到sauco里面 然后sauco再输出一个table传给 所有引擎的sync组件能达到写入的一个目的 然后接下来我正好进入正题 我们讲一下去流一体的一个一个目标 以及像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有哪些挑战吧 就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常规的一个 一个流转图吧 数据流转图就不同的角色 还有不同的诉求 比如说像像老板啊市场运营 他们主要看一些报表 他们就是希望得到一个实时的准确的可分析的报表数据 分析的报表数据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拿到实时的数据 然后说我们希望是它是可分析的 当我们的指标有有一些变化 或者是有一些异常的时候 我们通过能够去查这个明细数据 去分析出是为什么异常 或者为什么有问题 然后同时我们希望得到的这个结果是实时的准确的 然后第二个对于算法来讲的话 他们就是主要是用数仓的数据 比如dwd层的数据dws层的数据 围表的数据啊 是做一些特征的生产 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希望能够统一口径 只是一张表 我不管它是离线表还是实时表 我就这样的去读去开发就好了 统一口径 而不是说离线一台口径 实时一台口径整体来讲的话 使用起来非常的成本非常的高 然后基于这些需求 对于数仓的同学这个数据生产者来说 他们就是希望能够有一套 比如说有一套统一的存储啊 能够统一的模型 然后统一套代码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要实现这些 这些目标呢 有哪些挑战呢 首先我们讲一下统一模型和存储 统一模型和存储这一块的话 目前主要有两种方案嘛 第一种方案就是原数据合并的方案 我们可以开发一套原数据方案或者封装 在现有的原数据 哈佛的原数据做一些封装来达到这个目的 就是一套scheme下面挂两个存储 比如说一套hdfi存储 然后再挂一个哈佛卡的topic 这样我们在往这个存储里面写的时候呢 就同时写 hdfs 卡佛卡 读的时候呢 如果在离线环境下就读hdfs 实施环境下就读卡佛卡 这样一达到一个原数据合并的一张 逻辑表的方案 那这种方案呢 适合一些新表 就是说我 我的新业务 我还没有这种历史的历史的包袱 没有历史的离线表啊实施表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套方案是比较好的 然后还有一套方案呢 就是说逻辑映射的方案 逻辑映射的方案呢 就是说 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流表和批表了 我们采用构建一个仕图来映射不同的字段 流表和批表之间的不同的字段 来达到一个统一仕图的目的 这样在读的时候呢 离线环境下读这个实时表 离线环境下读这个批表 这样的话就统一一套仕图来解决问题 这个也是阿里去年在FFA上提出的一个方案吧 目前也是在我们的考虑之中吧 然后就是统一计算引擎 统一计算引擎的话 也有一些可选方案吧 比如说第一种就是说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冰盒作为批处理的框架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 我们就可以完美的达到 比如说统一的UDF 统一的元素就统一的语法 然后第二种方案就是 但是这种有一个问题就是 Flink本身的可靠性 或者在批处上的可靠性 或者稳定性啊 还没有经过太多的业界 还没有太多的一个实践嘛 所以说我们这一点的话 可能还是会做更多的一些探索 但目前来说 还是不是百分之百会采用这套方案来做的 第二种是Spark的方案 Spark的方案就是说 我们要做一些工作吧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统一一下 比如说UDF啊 然后把Spark和原数据和Flink的原数据 进行统一啊 第三点就是语法 就语法这一点上 其实Spark和Flink 所有本身的语法差异 不是那么的大 就是说它在很多case下 其实是可以拿过来直接用的 当然有一些case是我们不能直接用的 但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不是一个非常不能接受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只要我们做到 比如说统一的UDF统一的原数据 其实基本上也能够部分满足我们业务的一个需求 然后就是提供最后一公里 就是我要把这个数据实时的提供给报表 提供我们的阴影 我们的分析 这个是怎么去做呢 目前的话可以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图上的 这个图上的是 是一个离线情况下 比较常见的一个统计方式吧 就是我们关联DWS的数据和DWD的数据 然后按照维度进行聚合 然后生产出ADS层的一个结果数据 然后提供给用户 但是在实时情况下 首先我们这种方案肯定是不行的 首先这个DWS的数据 实时的DWS层 它是它的数据 你只能我们只能拿到变更的数据 这种在聚合的话肯定是不现实的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DWS换成DWD 然后实时的跟这个维表数据做关联 然后进行实时的运维 实时的join 然后写到ADS上 这样就有很大的一个成本 第一个就是说我这个全聚合的一个 这个大状态任务的一个成本 和资源成本和用为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我这个ADS层的存储的选择 因为实时的数据是在不断更新的 所以这个ADS层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update的性能 同时在update同时 它的查学性能也要有一些保证 最后一个就是围表 围表的统一存储和我们点查的性能 或者这种存储和性能的问题 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同时如果说我这个围表也需要实时更新的话 它也是需要一些 也是需要一些比较好的update的性能 OK 然后我再讲一下我们在 我们自己的一些工作和实践吧 就刚才讲的第一个就是存储问题 同一存储问题 而且我们目前有采用我们数科同学 我们集团数科团队做的一个active的方案 这个active的方案 大家可以理解为 刚才讲的第一种方案 就是说原数据整合的方案 就是说它把iceberg和卡夫卡的表 做了一次做了一些整合吧 就是一个active表 它包含一个iceberg的表和一个卡夫卡的一个原数据 这样的话在我们写数据的时候 它会同时写active一张表和 我记得iceberg的表和一个卡夫卡的一个topic里面去 就在odd层到dw层的时候 它会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flink去做一些清洗过滤 然后写到另外一张dw层的iceberg表里面去 然后同时写iceberg 然后和卡夫卡的数据 然后在dw层到dws层 我们会做一些文件索引 然后对使用spark在后台做一些rollup 做一些morge的操作 类似于像dread的这种就是 在后台做一些rollup工作 然后说在上层做查询的时候 我们提供morge on read morge on read或者copy on read 这种操作 这样的话就是说 在通过morge 历史的morge 这个base表的结果和data的结果 来做到实时的查询结果 查询的一个数据吧 整体上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复杂的 特别是在dws到dws层 dwd到dws dwd到dws层这一块就非常还是比较复杂的 整体上我们目前在这一块 dsn到dwd自成 我们已经上了production的环境 在一些新业务上已经在开始用了 dwd到dws层这一块的话 我们目前正在测试当中 估计下半年会投入使用 整体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通过spark的离线的rollup 来解决一个flink 靠大状态 任务的聚合的成本和运为的问题 然后提用 使用merging array的或者copy 的方案呢 来来 来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实时的一个效果 整体上和现在流行的 比如说像 像hudi 像data lake的方案差不多 然后说 从一从中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在对比我们的离线表和实时表的时候 我们发现啊 就是说 有的时候一张离线表会对应多张的实时表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在离线表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说 使用比如说分区的技术啊 使用分桶的技术啊 使用比如说存储有序数据的这种技术啊 来来来减少IO的操作 但是说 这在流表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做 因为 我们没有办法 对流表进行分区 我们必须要建多个topic来多张表 来解决这个 来做一些IO的这个优化 因为在实时环境中 流量 对流量的敏感都比离线更高 在离线情况下 顶多我是跑的慢一点 但是在实时情况下 有可能说我们整个的速度啊 我们的延迟啊 都会受到这个流量的影响 而且有很多的资源浪费 我们不可能把它 都放在一个topic当中 所以 所以呢我们 我们我们就是也做了一套 参考了hive的原数据的实践 做了一套流表的分区方案吧 在sync端我们 和原数据进行和那个分区流表的 那个分区映射的话 数据进行同步 然后根据 分区字段的值来写到不同的这个topic端中 在sauce端我们也是根据用户的查询条件来下推 和原数据中做比较 能够找到它对应的topic来提供 来进行读取 就是整体上和hive的那个实践差不多 未来 目前我们只是支持静态的分区 未来我们会支持上动态的分区呢 比如说像topic的自动创建啊 然后流表这个分区关系发生电话的时候 自动的逻辑 感知和逻辑的迭代更新啊 来做到一个比较 一个好的一个使用体验 这是流表的一个分区方案 这个目前我们已经上线了 然后在统一计算引擎这一块 刚才提到一个spark的方案 目前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吧 就是说 因为这一块对于我们来说 有很多父母而合吧 就是说我们以前在离线的时候 就已经做过这一套这种工作了 比如说像支持上 易购数据员的查询啊 我们要做的 我们做的工作只是把它的语法 跟flinking这一块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统一吧 就是说统一使用catalog 加db加table的方式来访问 就整体的实现也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自己写了一套 soco解析器 然后说适配 比如说像catalogdb table 这种访问方式 然后说 然后再对接我们的原数据中心 对接我们的原数据中心 在用户的soco传过来的时候 我们会把像这种catalog加db的table 这种外部的数据员 转换成 data frame 然后做一些 做一些代码的code进 改soco的改写 然后传到sparksoco猜测当中 然后进行查询 查询到最最终的一个结果 整体上这块逻辑 而且还是相对不是那么的复杂 然后整体上实现起来也比较简单 然后说跟我们以前的工作也是一个不模而合 所以说很快我们就实现了统一套原数据 然后 刚才还讲到统一udf 这一块的话 其实现在flink已经支持的比较好了 所以说我们也很快跟进了flink的版本 然后支持现在统一的udf 所以说在这种离线和实施这种环境 我们现在已经支持了统一的udf 统一的原数据 目前我们只需要去统一 做一些比较留表分区映射 或者统一的存储 我们就可以在spark上面直接很相似的代码实现一通逻辑 不能说完全一模一样 但是已经很相似了 所以说开发去迁移的时候 它也只需要改一点点东西就可以 同时在flink上跑和spark上跑 然后在提供实时可分析的结果这一块 这一块上面呢 我们 我们有 做过两 做过一些实践吧 就是说第一个是在我们aptest的场景中 我们采用的方案是 我们会把比如说像 从dw一层 从实施聚合去dw一层 这个dw一层我们选用的是酷度作为层层 然后把结果不断的更新到这个酷度当中 然后分流数据我们也是一样 然后我会把它更新到也是酷度的 作为一个分流的这个围表数据 然后说使用在上层的我们使用 酷度是及时的做关联查询 然后提供实时的一个ab的一个结果 然后对于历史的结果 我们为了我们为了这个降低这个离线的 这个这个impala的这个查询的量 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查好多天一个月的 这种ab结果的话整个量太大了 impala的这个响应会跟不上 所以我们会用spark去做一些离线的聚合 做一些离线的聚合来把结果聚合到 ADS层当中 ADS层当中呢 然后说在这个前端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实时的结果和这个 这个离线的结果这个离线结果 是指比如说一个小时以前的 或者一天以前的这种 已经确定的结果做一次mort 然后提供一个统一的适度提供给用户 这样的话用户就可以无感知的 对他来说就是一套结果 然后数据也是可分析 然后结果也是实时准确的 但是这种也有一些问题吧 我们在实践当中发现就是说 比第一个就是说他才提到就是那种聚合的操作 这个状态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有几十个G啊 有几十个G 有时候甚至上百G 就是说整体上的资源的消耗非常大 然后说运维也是比较困难 特别是在早期版本的时候 那个RoxDB的那个内存泄漏问题啊 也是比较严重的 那最近最近的版本 或者做过一些迭代以后 像最近是比较稳定 但是整体上还是成本比较高吧 第二点就是在这一块 两套两套的两套的一个数据 相对来讲呢还是 一而维护imparative 和一而维护spire的逻辑 整体上还是比较复杂 成本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有点麻烦 所以说后来我们在接下来 我们会尝试的方案是采用 click house 叫local join的方式吧 就是说我们把DWD层的数据 和分类数全部聚合到 全部写入到click house 当中 然后使用click house的 agulation merge tray 来做聚合 就类似于像Covid的这种roll up 把它的指标数据做成 按照维度进行聚合 然后说维度表的数据 就直接写入那个click house 然后按照我们指定的哈希方式 是写入到不同的本地表当中 然后使用local join 来关联指标数据和实时的 微表数据 然后走到统一的结果提供给用户 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click house 障碍的那个性能来提供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反馈的一个响应的实时的数据 其他结果也是可可以通过click house来做分析 或者请过DWD和那个微表数进行二次分析的 然后最后我再讲一下我们的未来规划 未来规划我们主要分分几块吧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未来会探索flink作为离线处理引擎吧 因为刚才也讲过就是说为了达到统一的SOC问题呢 flink作为离线统一引擎肯定是最好的一个方案 最好最简单的一个方案 就未来我们会在比如说ODS层到DWD这一层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使用flink作为引擎 这样我们整体逻辑比较简单 然后说也解决了一个统一口径的问题 原来本身上实时层做DWS这种建设 本身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其实未来也我估计也不会说采用比如说flink的 纯的流计算来做实时的DWS 因为这个的成本太高 所以说未来的肯定还是说使用上像那种rollup的方案 就存储存储本身的rollup方案来做这个DWS 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说我们可能只会在ODS到DWD这一层 算是只会在这一层来做一些实践 而第二块是场景化的区流一体 刚才我提到我们有nodebook的加sirco的开发方式 这一点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优势 我们希望因为我们在离线上也有这么一套 东西吧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统一的组件 对外是一套配置 然后对背后呢是两套不同的逻辑 来做到统一的配置 两套 相同的一个业务逻辑吧 统一套配置相同的业务逻辑 两套不同的实现 这样对于用户来说它是一套 但是对于我们 对于我们背后来说也是能做到一个 批留一笔的一个效果和提升 开发效率的提升 比如说像我们的所以任务 我们snapchat的任务 我们的通用的日制清洗任务 都是可以通过这套方式来做的 第三点是批留一笔 逻辑层的映射层的建设 这一点我们因为时间关键还没有做 这块的话我们也会加在我们的规划当中 这一点就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就是对于一些我们已有的实施表格 的一些表来说这个逻辑层的映射是必不可少的 就是来解决上层的统一的模型的问题 第四点就是刚才也讲过了 就是tws层的一个技术实践 就是未来我们会在业务层的一块 就做一些rollup的方案 就是actic也是我们actic的tws层 那一层的技术也是我们的可显技术之一 中国spark在异部做rollup 然后在上层做merging rate 来提供一个实施的结果 这个是未来我们也会在尝试的 就集团内部的一个技术实现 第四点就是olab引擎 就是olab引擎 在最终的一个结果提供上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我们想提供一个比较实施的 这段方案未来我们可能要依赖olab 你做一些实施的关联操作呀 实施的关联操作或者说实施的 那个本身层主的这种聚合操作 因为本身上使用实施计算 这种双流轴影来解决围表问题 其实相对还是不是特别的靠谱吧 因为双流轴我们要去考虑到 先来后到的问题啊 状态的问题啊 还有一些性能的问题啊 整体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说使用olab引擎 就是临时就即时性能做关联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然后总整体上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OK 然后最后我的分享大概就是这么多 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线上进行提问 也可以说添加我的微信 然后我们线下进行交流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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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